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音 语音 语用 构音 理解语言 表达语言 语意义法 甚至是认知 阅读和书学等等 非常的广泛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相谈 那我们就只挑这三个 我们就吃奔祖旗吧 第一个 口吃 那大多数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 称它为结巴 结巴就是一种语说话 不流畅的一些语言障碍 那它的特质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见得到 那就是说同步性的一些语音 或者是一些字 比如说一些小孩子会讲 我要得飞机 那或者是一些脱长的语音 或者是字 比如说妈咪发成 妈咪 再来就是一些平密的使用注词 比如说 我能吃一块饼干吗 然后当然也常见的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一些不适当的中断的现象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小朋友讲话结巴 这个现象会自动消失吗 那我们了解说 一般两岁到五岁的海童 都会有一个属于发展性口吃 或者是我们所称的正常的不流畅的现象 在两岁到五岁的时间 那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 还没有发展成熟 所以可能他们很想表达的很多 可是他们的语言能力 他们的想要脑部跟语言能力 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说出这么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出现正常的不流畅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小孩子都会这么样 大概这种发展性的口吃发生率 就是5% 那么这个现象会自动消失吗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 那么为什么口吃是怎么形成的呢 医学界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会口吃 有些人不口吃 不过一般大多数的学者 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说 基因和环境和遗传学 基因和遗传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所以有一个基因的因 再加上一些其他环境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可能这个小孩子的说话 环境都是比较紧张 还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看到别人说话 结巴他们觉得很有趣 他们也学习 所以这些因 然后再加上环境 然后就造成这些小孩子有一些行为 和生理上起了一些反应 比如说当他开始讲窝窝窝的时候 父母就讲说好好讲 说好好的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子 一个因果循环的话 相处交叉的时候 那么就造成可能有些人 会真正的演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口吃 所以呢 5%的孩子当中 80%会自然恢复 可是有20%的人呢 就会演变成为真正的口吃 那么我们要怎样子分辨说 这个孩子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不流畅现象呢 还是可能他有可能是口吃 那首先正常的不流畅呢 有大多数是出现在当睡之前 那么这个不流畅的现象呢 少过6个月 然后这些孩子偶而是 只是偶而同步一些词 比如说 我想看电视机 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也不紧张 也不挣扎 没有什么其他的小工作 就是偶而的时候有一些不流畅 可是可能会演变成为 比较严重口吃的迹象呢 就是这一些不流畅 发生在三岁半以后 而且呢 这个情况呢 持续6个月或者是以上 非常频密的出现 这些不流畅的症状 不单只是单词 而且有可能是单阴节跟拖阴 比如说 熊宝宝 他们就会把它说成 熊宝宝 那么越想讲话 越紧张 就越不说 又越说不出来 然后 然后要想话的时候 又有可能说 他们因为害怕 所以他们挣扎着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嘴唇有一些小颤抖 然后再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在说话的时候 就有随伴着一些小动作 比如说 打眼睛啊 清理喉咙啊 那突然间的提高 他们的音量啊 或者是音调 然后还有其他的 会随伴着一些脸部 嘴角 真的是手脚 会出现一些 症状的一些症状 那这个图表呢 就给大家看到一下 这些危险因素 到底有多少呢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谈到的 家族口吃 口吃 那家族里面 父亲母亲 兄弟姐妹 阿姨姑姑 这些亲戚朋友们 如果他们至今 还是在口吃的 那第二口吃年龄 我们说过了 三岁半以后 发生在六个月 或者持续 二个月以上 男性 有更有可能成为一个 口吃者 然后我们也会看看说 这些小孩子呢 是否有其他的言语 或者是语言的言词 比如说 口吃不清 说话 听不懂 还是我们 他们也没有 办法理解我们的 讲话 那这些东西 都会提到 他的危险因素 那一般上我们 如果说 遇到一个 口吃的孩子的话 我们一般上都会 都会说 你想清楚再说 你慢慢说 你放轻松 深呼吸 慢慢讲 可是呢 这些临床都证实 这些老师的传统方法 是没有办法 矫正口吃的 反而呢 他是会更加提醒这个孩子 你不要压力 我就越压力 你慢慢讲 我是讲错了吗 所以这些都 一再地提醒 他说 我讲话有问题 我的讲话 不顺畅 那更严重的情况 是一些父母亲 在孩子口吃的时候 他们会严肃的 命令孩子说 你不要这样子做 可以吗 可以 甚至是有些人 惩罚 或者是 体罚孩子 当孩子发生口气的时候 这其实都会让 他们的口吃 更加更加的恶化 那 反过来看看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去 纠正这些 或者是帮助这些 可能有不流畅的孩子 一般上我们给家长的建议 与其要求孩子 慢慢讲 讲慢慢 不如我们的家长 慢慢说话的速度 如果孩子已经是 有这些不流畅的症状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 父母亲一定要开始 转换一点点 他们的跟孩子 互动啊 沟通啊 跟讲话的方式 那多耐心 倾听孩子说话 我们知道说 可能孩子在结巴的时候 可能会用更长的时间 来去说话 所以一些父母亲 可能就 不等孩子说完 就直接帮他讲完 所以我们鼓励说 一定要给孩子 足够的时间 去回应 双方一来一往 再来就是 把握机会 赞美孩子 多看孩子的优点 赞美他的优点 然后也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建立起来 每日每一天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时间 只是爸爸妈妈坐下来 跟孩子一起讲话 我们来看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他就很开心地跟他爸爸妈妈说 今天老老老老老老是在班上称赞我 因为我举手回答问题 那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的结巴 跟讲不清楚的那一些很辛苦的字 那我们到底要怎样去治疗这些口吃呢 你看哦 这边我有写的是学龄前 学龄前就是说在六岁之前 这是六岁之前适用的一些口吃法 而且在比较初期 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称为行为治疗法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与其说我们放大他不顺畅的字 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大镜 放在他们顺畅的时刻 在他们顺畅的时刻 我们要多赞扬他们 多表扬他们 给他们正面的口头回应 那比就如刚才那个孩子 他说话这样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称赞他 他讲的流利呢 明明都已经有不流利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只是要看到 那个十八千不流利 而忽略了他顺畅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呢 所以这个口吃法呢 就是放大在孩子顺畅的话 比如说他说 今天老师称赞我 因为我举手回答问题 你就可以说 哇哦 讲得非常的流利 刚刚你说的这一句 因为我举手回答问题 完全没有卡着哦 非常好 非常的流利 妈妈为了也感到很骄傲 老师也称赞你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一这样子 一直建立起他们的信心 那么怎样子确保 这个东西会成功呢 第一 当然我们的赞美 一定是要真诚的 那如果你不真诚 你就是很应酬式的 你讲得很好 或者是说不够准确的话 哇太棒了 太棒了 是我刚刚连不顺畅的那个也很棒吗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什么东西棒 所以是在不口吃的时候 给予他正面的口头回应 他可能 十个字里面 八个字不顺畅 可是我们就是要称赞他 两个字非常顺畅的时刻 那我们当然也要了解 每一个父母亲都有不同的风格 那每一个小孩子喜欢受到不同的方式的赞扬 所以我们要了解 有些人喜欢鸡掌啊 有些人喜欢你摸摸他的头啊 不过这一些不同的方式都要建在一定有语言的表扬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要有练习时间 练习每天十分钟 只是赞扬他顺畅的部分 然后再把这些带到他自然的讲话中 然后再来就是适量 适度 还有事实 那么 什么样子 什么时候要开始寻求一些专业的语言治疗师的帮助呢 当然这些顺畅的语言口头回馈呢 也有他的一定的格式跟步骤 所以如果孩子的情况持续的话 那么我们就建议说 父母亲也来上课 也了解说怎么样子给孩子这些口头的回馈 那我们就不鼓励父母亲随随便便 针对孩子不顺畅的时候给予口头回馈 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可是当孩子口吃恶化 那么我们语言治疗师就会 看用些技巧 如何在针对他不顺畅的时候给予口头的回馈 提高他 甚至是提高他不顺畅的自觉力 修正他不顺畅的语言 甚至是用一些特制的方法 比如说掌控呼吸 脱长 练习速度 或者是轻松口吃法来控制口吃 那什么时候呢 因为我们都说小孩子 差不多会有几个月 六个月不顺畅时期 一般我们都不建议等 如果说孩子持续三个月的话 一般我就会建议孩子 父母亲可能会建议治疗师 来了解一下孩子的需求 学习一些帮助孩子 控制口吃的方法 第二样呢 我们要讲一讲口齿不轻 或者我们称为不应障碍 我们常听到附近话就讲说 超连带啊 大吉啊 这就是指说口齿不轻 就好像这个小女孩讲的 东东对东元被东地堆 这个孩子在讲什么呢 其实她不会发的是G啊 Q啊 一些J啊声音 她其实想讲的是 公狗去公园被公鸡追 而不是东地堆 所以在这个供应的过程中 比如说气流 气流带动声带 唇舌齿 上额 喉咙 这种过程中 又或者是说供应的方法 我们是属于修正式 主办式还是摩擦式 还是他们放的位置 度度 强度 或者是斜条 只要其中一个出现错误的话呢 就可能会有产生 这个供应异常的问题 好 那供应异常口齿不轻 那么我们一般就要想想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有可能只是非常纯粹的 音韵或是供应障碍 没有其他气质性的问题 也有些小孩子呢 可能有存在着一些气质上的问题 比如说 择膝带过短啊 或者说牙齿咬合不正 裂唇裂额 也有些是属于 供应动作协调的问题 有些呢是听力障碍哦 就是说 动听啊 听不清楚啊 然后也有些是可能是 环境因素 比如说家里讲话 父母亲讲话都非常的快啊 然后很多多元化 多语文 多文化家庭 那我们要看看理解这个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再来我们必须了解 这儿童供应发展里程碑 什么时候我们会预计一个孩子 可以发某种音 那如果三岁的孩子不会讲 鞋子讲得非常准的话 可以接受吗 可以的 这就是孩子的发展里程碑 两岁的时候我们预计一个小孩子 可以掌控所有的孕母 孕母就是ROEU 即四声音调 阴阳赏去 RRR 那再来呢 三岁的时候呢 除了PO跟PO 在四岁掌握 四岁呢 就可以说 在宋气声 比如PO PO 七 支 五岁 西 那六岁呢 才来掌握 叫舌音 比如说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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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 什么时候孩子可以完全掌握 我们不是说这个孩子 在他三岁的时候 从来不出现 完全没有 我不会讲邪的声音 我们是说掌握 掌握这些声音 好 那另外一个指标给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 比如说两岁的时候 四分之二 五十八千 三岁四分之三 七十五八千 四岁九十到一百八千 的语言是必须要被人家听得懂的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接受治疗呢 四岁到入学前 那也就是六岁 就是这个构音治疗的黄金期 就好像口级一样 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的语音啊 他们的发音器啊 更加成熟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就会更加的改善 可是如果孩子超过四岁 发音还是不清晰不标准的话 那么就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治疗了 那治疗的内容怎么样呢 一般上我们就会用口语上 视觉上 触觉上 比如说那个小女孩说 不会讲G 我们就会告诉她 舌根放后面 可能我们给她看照片 舌根往后面是在这样子的 然后有些人需要触觉 你感受一下 这个G 在后面舌根动 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技巧 来诱发这个孩子 发出正确的语音 然后再来就是教导她 够音的方法 够音的位置 那讲话的速度要多快 那她的强度如果不足 那么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口气的训练 然后也包括她的动作的形调 那课程呢 就会从非常的简单 从目标音 比如说歌歌 到一些词汇 到一些词汇 到句子 到短文 然后呢 再让这个孩子可以在交谈中 游戏当中 也可以用对的发音来表达自己 这要长短 那就看很多的因素了 首先是供应到底是否严重 还有这个孩子的年纪 过大可能已经是 他已经是习以为常 很难纠正 那过小呢 可能他就比较 对于发音啊 都不在乎啊 所以他们可能他们的动机 学习的动机就比较 没有这么好 然后再来就是环境资源 父母亲有醒觉吗 孩子讲不准的时候有纠正吗 还是就是以利让孩子 用他习惯的语言沟通而已 好 也会有其他的语言问题 也会决定这个治疗时间的长短 那男孩子说话 比女孩子说话晚 对吗 是的 可是这一个差异呢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差别而已 第二个问题 其他发展正常 只是慢说话的儿童 能不能够赶上其他同龄的儿童呢 能吗 研究表明有20%到50% 是不能够自己追赶上这个差距的 而且他们在之后呢 也会有面对一些阅读社交技巧 和在学术方面呢 都会有很大的挑战 所以越早干预越好 为什么呢 我们都一直在强调 这个黄金的前面5年的时间 好 那么要了解语言词缓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课题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孩子 语言发展的里程碑 从1岁到3岁 从能够明白的单字 50个字到200个字到900个字 而且呢 1岁30个单字到2岁 可以开始串句子 一两个字 比如说 我不要 这个我不要 3岁讲更长的句子 比如说 这个是简介的 4岁他们可以明白本故事 可以回答各式问题 而且还可以发问 谁 为什么 怎样 哪里 那5岁呢 他们几乎是一个成人的语法 跟一个成人的沟通的能力了 那只要在这个阶段 任何一个阶段 没有达标 那或者我们把简介说 婴儿时期 过于安静 所以周遭没有反应 2岁没有说任何字 3岁不会讲句子 而且讲话很不清 5岁句子结构还是很错误 不会使用复杂句子 而且讲话不清晰 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讯了 再来有一些非典型的语言模式 比如说他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突然间就冒出了一句 就比如现在好像MCO的时间 朋友们交谈都说着 我在家里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可是这个孩子就愚昧的在讲着 他上次去旅游怎么样 怎么也怎么样 跟别人讲的东西不相关 或者是像鹦鹉式的 你叫什么名 他也问 什么名 叫阿姨 他也说叫阿姨 然后讲话的高调式 唱歌式的声音跟说话方式 机械化的 走路不小心可以吗 不小心会怎样 然后自问自答 不小心走路会自己跌倒 这种很机械化的语言 或者是重复他们在白天 或者是几个月前 看到的一些电视节目 听到的一些广告内容 这些都属于比较非典型 语言的一些痴缓症状 也有一些情况 他们可以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也可以可能跟你分享一个小时 可是只限于他们有兴趣的话题 而且没有办法跟我们大人 跟我们成人进行双向对话 因为有些小孩子在一岁多两岁多就可以阅读 可是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那么我们就要想想说 这些小孩子造成他们有这些状况的 是自闭症吗 还是注意力不集中 还是过动症 是听觉障碍吗 还是有其他发育迟缓 还是有阅读障碍 那如何协助这些小孩子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这孩子的语言程度在哪里 一个五岁的孩子 如果他的语言程度只是两岁 那我们一昧地要求他 追上五岁孩子的沟通能力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孩子评估过后 他的明白能力怎么样 表达能力怎么样 然后针对他的需求 跟家庭的需求 还有这个孩子的强项啊 或是比较弱的方面呢 我们会特制一个特定的方案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训练父母亲 如何加强他们的这些语言 那很多的方式 很多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孩子 我们都无法一一地讲出来 当中包括缺习语言技巧 游戏疗法 特定的语言课程 可能是针对他的语法 可能针对他的语用 可能针对他的语句子的长度 然后或者这个孩子 是否需要一些辅助器材 有没有需要一些口机训练 然后有些比较可以有语言的 可是社交交通能力非常差的 那我们就会给他上一些社交语言课程 跟一些小组聊吧 那整体上来说 家长非常的重要 来用丰富的语言 来帮助这些孩子 不管是持缓儿 还是说在孩子正常的发展当中 所以用丰富的语言刺激 都可以帮助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 那这个建议的就是3T tune in, talk more and take turns 那如果这些到底怎样子多说话 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一个建议 多说话,多说话,怎样多说话 自言自语 你看到什么,讲什么 我在折衣服 洗好的衣服好香 然后第二个,平行继数 你帮孩子说孩子在做的事情 你在吃苹果 甜甜甜的苹果,好大颗 妈妈也好喜欢吃 那第三,延伸 孩子如果讲一个字,两个字 那么你就家长 突然间带孩子到外面走走的话 看到狗狗,孩子说狗狗 那家长就讲说两只狗狗 孩子说狗狗吃 我们就扩展他 狗狗正在吃东西 再来,如果孩子语言都相当不错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直激发他们 比较高层次的思考 为什么,你猜过来怎么样 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你想不想养小狗 你觉得,为什么小狗 需要吃特定的狗粮 而不能吃我们的食物 为什么,那你觉得 这是两只小狗 为什么有什么好处 养一只狗跟养两只小狗 有什么好跟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们都可以一直引发孩子 去做高层次的思考 这样的东西 就会一直鼓励我们 可以做到说说话 更好的互动 好,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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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